大家好 歡迎收看4月30日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欣宇 現時各區的氣溫方面 就是介乎26至29度之間 今早在學祖的鏡頭看出去 都可以看到天上有些低雲 不過雲與雲之間都有些納粹 我們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就可以看到 在香港附近雲量不算很多 不過比較厚小的雲帶 就在我們的北邊廣東的北部 就是同一道低壓槽相關的 其實我們在雷達槽上都可以看到 今早早在我們北邊 都已經有一些對流雲團的發展 我們預計這道低壓槽 將會逐漸向南移動 而且在下午的時候 就會靠近沿岸地區 跟它相關的一些強雷雨帶 就會影響我們 我們預計 這個低壓槽 亦都會在未來的一兩天 繼續影響沿岸地區 說我們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大致多雲 有幾陣趙雨 早上會是短暫時間有陽光 下午雨勢會有時交大 以及有狂風雷暴 我們預計最高氣溫 大概在31度左右 風方面會吹和換至清淨的南風 風勢會有時侄勁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明天雨勢會有時較大 以及有雷暴 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 不過隨著低壓槽減弱 去到接近周末的時候 趙雨就會減少 以及有些陽光 市民記得留意著 今天的天氣變化 出門口也要帶一把傘旁身 祝大家有愉快的一日 再見